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村子里有一个巧夫名叫宋献宗 他为人忠厚老实 心地善良 宋献宗六岁时父亲因病去世 从此他和母亲王室二人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也算安逸 这年宋献宗十八岁 到了婚派的年龄 往事托村里的刘媒婆为儿子撮合婚事 说来也奇怪 刘媒婆前前后后介绍了七八个姑娘 最后都没有音信 往事为此甚是苦恼 这日清晨 宋献宗吃过早饭 拿着斧头遍上山砍柴 往事闲来无事 则在家中织布用来替补家用 前几日刚下过雨 树木被雨水浸泡 甚是难砍 迟到傍晚 他才砍好了一捆柴火 他怕往事担心 赶忙收拾好工具 背着柴往家走 临近家时 突然 宋献宗看见有个姑娘躺在泥泥里 样子十分痛苦 他急忙来到姑娘面前 见那姑娘捧头垢面 衣衫蓝绿 看不清模样 他问道 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姑娘叹了口气 说道 山上道路崎岖 地面湿滑 我不小心滑了一脚 从山上滚落下来 把胳膊摔破了 宋献宗见姑娘的衣袖被血水浸透 说道 姑娘 你的胳膊在流血 要马上包扎伤口 姑娘有些为难 俗话说 男女瘦瘦不轻 宋献宗瞧出了姑娘的心思 急忙说道 姑娘 你误会了 我家离这不远 你倘若不介意 可以去我家 我母亲可以帮你包扎伤口 姑娘有些不好意思 微微点头答应 宋献宗隔着衣服将手伸过去 搀扶姑娘起身 见姑娘衣服已经湿透 便把自己的外衣一下披在姑娘身上 姑娘甚是感动 连连道谢 随后二人急忙往家赶 天色已晚 王室见儿子一直没回家 甚是着急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突然听到开门的声音 王室赶忙走出屋子去抢 宋献宗和女子来到院中 王室恰巧从屋内走出 三人打了个照面 王室看后惊讶不已 心想儿子这是在哪捡到个小乞丐 宋献宗见母亲出来 急忙说道 母亲 我下山的时候 遇到姑娘摔倒在路边 胳膊在流血 我不方便查看 便带到家中 你帮忙包扎一下 王室心善 见不得此场景 来到姑娘面前将她搀扶进屋内 宋献宗来到厨房烧开水 王室则拿了纱布 准备为姑娘包扎 他轻轻地卷起姑娘的衣袖 用热毛巾擦拭着伤口周围的血迹 突然 王室看到姑娘肘腕的下方 有一块胎记 甚是好看 像一只飞舞的蝴蝶 他来不及多问 拿着纱布 将姑娘的伤口处包扎起来 王室吩咐儿子去做饭 自己则帮姑娘清洗一下 换了身干净衣服 王室看后甚是惊讶 姑娘长相清秀 浓眉大眼 甚是好看 不多时 宋献宗将饭菜做好 他便端着饭菜来到屋内 看到姑娘的瞬间 他愣住了 姑娘有些羞涩 往事见状 轻咳了一声 说道 儿啊 姑娘都饿了 快些将饭菜放在桌上 他听到母亲的话 回过神来 赶忙将饭菜放在桌上 饭后 三个人坐在一起闲聊起来 往事问道 姑娘叫什么 哪里人 为何来到此处 姑娘吻后突然流下眼泪 叹息道 伯母 我名叫韩娟 年方时期 家住临安府宁阳县 我的家乡遭了瘟疫 爹爹和母亲不幸被感染 双双去世 我命大 逃过一劫 从韩娟口中得知 韩娟本是富贵人家的姑娘 其父在宁阳县做木材生意 家境殷实 韩娟是家中独女 因此 韩父和母亲对她疼爱有加 她一岁那年 韩父听闻北方的木材好 结实 她便想着买上一些 经人介绍 她结识了王钱 王钱是北方人 家中做批发木材生意 一来二去二人感情甚好 不是亲兄弟 甚是亲兄弟 同年 王钱的儿子出生 王钱邀请韩父前去喝满月酒 韩父甚是高兴 便带着母女二人来到济南府洋河县 二人喝得甚是开心 便为两个孩子定下了王阿亲 去年 明阳县突遭了瘟疫 韩父和母亲去采购木材 不幸感染了瘟疫 韩父信守承诺 临终前嘱咐韩娟前往济南府往前家完婚 韩父和母亲去世后 韩娟按照父亲给的地址 一路来到济南府洋河县 哪曾想 在路上遭遇了土匪 身上衣物 银两倍抢光 他一路沿街乞讨 好不容易来到王钱家 王钱听闻韩父去世 韩娟遭遇了土匪 当场将婚约退掉 将他赶出家门 他四处流浪 来到此地 因无所定居 便在山上山洞中歇息 前几日下雨 道路湿滑 他没敢出来 今日实在饿得不行 便出来找些吃食 一步小心滑倒 从山上滚了下来 恰巧入狱送献宗 救了自己 往事闻后 甚是同情 帮他擦了擦眼泪 便不再提起这伤心的往事 往事突然问道 我刚才帮你包扎伤口的时候 见你胳膊肘有处胎进 甚是好看 像只飞舞的蝴蝶 韩娟闻后 停止哭泣 抽掖着说道 伯母 让你见笑了 我听母亲说我一出生就有 而且随着我长大 那胎季也长大 小的时候就是一团黑 母亲还嫌弃丑陋 我越长越大 那胎季也越发得好看 确实像一只飞舞的蝴蝶 韩娟紧接着说道 我母亲常拿她打去 说你前世的恋人 担心这一世找不到你 给你留的印记 往事闻后 哈哈大笑 韩娟也跟着乐了起来 往事又说道 韩娟啊 你如果不嫌弃 日后你就住在我家 总比你沿街乞讨要好上一些 再者说 我就送献宗一个儿子 日后多个女儿也未尝不可 韩娟闻后 甚是感动 说道 谢谢伯母 您救了我的命 给我安身之所 我日后会孝敬您的 至此 韩娟就在往事家安心住下 宋献宗每日上山砍柴 母女二人在家织补料理家务 她顺势勤快 什么火都抢着做 往事顺势行为 转眼间 韩娟来到宋家已有一年 这日 刘媒婆来到家中为儿子撮合婚事 禁院便见韩娟在做饭 刘媒婆甚是疑惑 生气地对着往事问道 你儿子娶妻了 你为何不告诉我 我还费劲巴拉帮你张罗 往事急忙解释 将韩娟的事情讲述给刘媒婆 刘媒婆听后甚是同情 她转念一想 说道 你为何不考虑考虑 她做你的儿媳呢 往事待她如亲生女儿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金刘媒婆这么一说 她还真有些想法 宋献宗比韩娟大一岁 二人整日一起进进出出 宋献宗对她很是照顾 肯定心有想法 但不知韩娟是什么意思 晚间 王氏将韩娟叫到自己房内 拉着她的手说道 姑娘啊 你来我家也一年有余 伯母带你如亲闺女般疼爱 眼看你也到了出格的年纪 伯母为你撮合一门婚事如何 韩娟文后有些羞涩 脸红扑扑的 说道 王伯母 我不要出嫁 我还要留在家中照顾你呢 王氏哈哈一笑 说道 傻孩子 竟说啥话 到了配婚的年龄 当然要成婚啊 要不成老姑娘 该被人嘲笑了 韩娟娟威一笑 说道 全凭伯母做主 王氏紧接着说道 你看我儿宗献如何 她忠厚老实 她是肯干 平日里对你甚是关心 你若同意 我便撮合这门妻事 如果不同意 我便托媒婆另寻他人 宋宗献和韩娟平日出双入对 韩娟当然明白她的心意 二人往来密切 心中都早已心生情愫 只是宋献宗木认 不善于表达 韩娟羞于女而身 也不好太直接 只好一直搁置 韩娟听闻王氏这样说 心里自然是满意的 低着头对王氏说道 听伯母安排 王氏喜出望外 为二人选了良辰吉日 三口人各自忙碌着 准备着婚事 婚礼很隆重 王氏的亲朋好友 纷纷前来祝贺 在院中摆了四五桌酒席 二人在众亲友的见证下 拜堂成亲 晚间 众亲友散去 一家三口在院中收拾 突然 宋献宗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 韩娟见状 急忙将相公扶起 在王氏的搀扶下 将宋献宗扶到屋内 二人本以为只是这两日太过劳累 也没有理会 任由宋献宗献睡着 四日清晨 韩娟早早起床 做好早饭 见丈夫还未起床 他便来到床前 叫丈夫起床 可无论韩娟怎么呼喊 他都没有反应 韩娟见状 有些害怕 急忙呼喊王氏 王氏听闻儿媳地呼喊 来到屋内 他上前晃了晃儿子 没有一丝反应 摸了摸鼻息 也很正常 王氏甚是疑惑 他吩咐韩娟 留在家中照顾儿子 自己则出门请郎中 不多时 王氏带着郎中 回到家中 郎中上前一番查看 为其把了脉 也一切正常 此时郎中也不知 无何是好 找不到病症 不知如何下药 只好让其另请明医 婆媳二人带着宋献宗 访便明医 郎中看后 都束手无策 无奈 二人只好将宋献宗 带回家中 静心休养 转眼间过了一月有余 这日 韩娟在访内照顾丈夫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韩娟闻声起身去开门 打开门 见有个老和尚站在门外 老和尚说道 阿弥陀佛 贫僧露经此地 可否化一顿斋饭 丈夫生病的这段时间 婆媳二人没少上山拜佛 祈求上天护佑 见是个和尚前来化缘 自然不敢怠慢 韩娟微微点头 说道 高僧 当然可以 如果你不嫌弃 可到院中稍等片刻 我为你做些斋饭 老和尚文后连连道谢 跟随韩娟来到院内 坐在院中休息 不多时 韩娟端着几个素菜和米饭 来到老和尚面前 老和尚不紧不慢地吃着 韩娟则在对面坐下 思索着丈夫的事情 老和尚见韩娟眉头紧锁 问道 姑娘无何愁眉不展 可与我说来听听 韩娟见老和尚发问 不好隐瞒 如实将事情讲述一番 老和尚听后 说道 可否让我看一看 韩娟不好意思拒绝 便带着老和尚来到屋内 老和尚上前仔细打量了一番 突然大笑起来 嘴里说道 缘分啊 缘分 往事听到笑声急忙赶来 见老和尚哈哈大笑 甚是不解 问道 高僧 这是何意 老和尚来到桌前坐下 缓缓说道 你们可听我讲个故事 话说在明代时期 战火连天 兵欢马乱 北平府的大沟村 有一农夫 名叫李辉 他自幼喜欢读书 对兵法颇有研究 这年李辉15岁 北方战乱 蒙古族大军挥师南下 途经大沟村 蒙古军则在村中屠杀百姓 抢夺财物 可惜李辉的父母也在其中 他隐匿在草丛中 才躲过一劫 李辉见全村百姓死于非命 他恨透了蒙古大军 便决定投身军阳 报效国家 李辉聪明伶俐 很快便在军中展露头角 短短六年时间 李辉在军中杀敌武术 所立战功武术 可谓是战功赫赫 皇帝甚是高兴 欲封了大将军 皇帝见他二十一岁 还未成婚 便将自己的女儿 顾伦公主许配给了李辉 婚后 夫妻恩爱 如交四期 来年 顾伦公主生下了一个儿子 儿子名叫李林 他天资聪慧 打小跟随父亲在军中习武 小小年纪就学得了一身武艺 这年 皇帝年事已高 不幸归天 新皇帝登基 新皇帝为稳固自己的地位 拉拢朝臣 对大臣大力封赏 顾伦公主是新皇帝的亲妹妹 为了拉拢李辉的支持 便将自己的小女儿朱丹许配给了李林 朱丹比李林大一岁 顾伦公主是她的亲姑姑 她平日里经常来李府玩耍 李辉夫妇对其疼爱有加 转眼间 二人均已成年 李林笑貌堂堂 身材魁梧 朱丹长相清秀 知书达礼 秀外会中 二人郎才女貌 可谓是天作之和 二人到了婚配的年龄 皇帝为其选定了良辰吉日 成婚当日 李府宾客众多 在众宾客的健壮下 二人拜堂成亲 李毕 突然门外传来的小太监的声音 只见小太监来到大堂中间 手里拿着圣语 读道 倭寇南下 饶我百姓 亲我国土 食不可忍耐 令李辉即可挥师南下 铲除倭寇 李林既已成年 也该历练一番 择其跟随大军南下 父子二人接到圣语 不敢耽误 收拾行囊 准备出发 李辉念儿子今日成婚 又是第一次出征 便给小夫妻二人了些许时间 天文窝寇 甚是厉害 丈夫又是第一次出征 朱丹有些害怕 他喊着眼泪对丈夫说道 相公 你第一次随军打仗 切莫意气用事 一切听从父亲安排 我在家中等你回来 次日清晨 大军已经准备妥当 皇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 在城外践行 欲助大军凯旋而归 大军出行三月有余 这日 乙士兵匆匆来到李府 跪在顾伦公主面前 说道 公主 李林在一次冲锋中战死沙场 为国捐躯 婆媳二人文后心痛不已 朱丹更是直接晕倒过去 一病不起 没几日 李林的尸身被运了回来 安葬在城外的陵园 朱丹自知自己命不久矣 但他太过思念丈夫 便吩咐下人将自己抬到坟前 朱丹来到坟前 常跪不起 痛哭不已 对着丈夫的坟说道 你我二人打小一起长大 好不容易盼来我们的成婚之日 但如今你却抛下我离去 我不怪你 你是英雄 民族的英雄 我自知自己命不久矣 我们来世再做夫妻 朱丹抬起胳膊 在自己手臂上用力咬出一个牙印 鲜血从牙印中流出 他紧接着说道 我在此咬下牙印 愿你来生可凭此痕迹来询我 我们再续夫妻缘分 朱丹话音刚落 倒在坟前 遗憾去世 故事说回来 婆媳二人听后很是伤情 对着老和尚说道 这和我们有何关系 老和尚说道 姑娘身上是否有个胎记 像只蝴蝶 甚是好看 韩娟急忙挽起衣袖 看着手中的胎记说道 高僧 这是何缘故 老和尚说道 你就是转世的朱丹 而且丈夫就是转世的李林 因你丈夫在去世时 并不知你留下的印记 韩娟甚是诧异 说道 高僧 可否能让我丈夫清醒过来 老和尚笑着说道 为感谢你给我做的好吃的斋饭 我就帮你一回 老和尚从身上掏出一身红线 一头拴在韩娟的胳膊上 一头拴在宋献宗的胳膊上 老和尚手握红线 嘴里念念有词 过了不多时 老和尚长舒一口气 笑哈哈地说道 已经可以了 不多时你丈夫就会醒来 婆媳二人连忙跪在老和尚面前邪恩 二人抬起头 老和尚已经不见 面前则站着一位老翁 老翁四周掀起围绕 婆媳二人借老翁慈眉善目 甚是疑惑 问道 你可是仙人 老翁哈哈一笑说道 我是月老 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将你夫妻二人的缘分续上 老翁说完 消失在二人面前 婆媳二人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突然 二人被宋献宗的呼喊惊醒过来 二人看到宋献宗醒来 甚是高兴 至此 一家人多行善事 来年 韩娟生下一大胖小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安逸幸福地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